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大陸又再針對民營企業的新措施出台 在昨天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 《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 裏面開宗明義說明 是要求所有民營企業都要聽黨話跟黨走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份文件所寫的內容 就真是討到不得了 重點主要是有兩個 第一 就是鼓勵民營企業 要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 一聽名字就知道出事了 似乎是有些50年代時 公私合營制的影子 混合所有制 就是叫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合作 如果一間民營企業運作得好地地 賺錢有盈利 他怎會肯將權力拱手相讓才行 有線中國組昨天訪問了一個 全國五百大私營企業的老闆 這是大午集團的創辦人 孫大午 他就說明 對於什麼混合所有制是沒有興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會擔心受到監管 而疾愛了企業的發展 他就指出說民營企業是沒有上級的 但是國有企業是有上級的 他說他有些朋友是做民企老闆 當參與了所謂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後 當國有企業滲入了他們的民營企業以後 這些老闆就覺得自己很受到濟走 尤其是在決策和企業發展方面 所以如果一間民營企業運作得好順暢的時候 又怎會肯落搭才行 但是這個孫大午就說到 反而那些面臨著倒閉危機的企業 就可以拿緊這個機會和國企合作 就是說有好東西就不想益利 如果是差不多倒閉的 就嘗試和你合作久言殘喘 實情這就是符合資本主義的精神 因為作為一個民企的老闆 他無非是打開門口做生意 是為了賺錢 不是為了貢獻國家 而是為了貢獻自己的荷包 這才是符合資本主義的精神 現在忽然間又說要搞混合所有制 難免令到部分大陸網民都會提出質疑 究竟這個措施是否要來割韭菜 在50年代的時候 公私合營制的失敗經驗 就已經證明得到 根本上這一套就行不通了 公私合營制走到最後其實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所有的企業 全部變成國營企業 有一段時間根本上連私有產權都沒有 一直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就是制定了改革開放路線以後 決定了要走市場經濟以後 才再重新確立私有產權 然後再陸續有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出台 去保障私有產權 但是大家都會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私有產權要得到有效的保障 就必須要建基於一個完善的法治制度 所以很多人當初就會以為 當經濟改革走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這個政治改革就會隨之而來 我們昨晚都已經分析過 但是這套理論就已經是破產了 因為在上位者不肯放權 不肯放權的時候那怎麼辦 可能現在就有很多的兆頭出來 就是似乎在經濟上 可能會逐步開始退 怎樣退 就是從走向全面的市場經濟 就是慢慢逐步再傾向搞計劃經濟 其實實在有太多的訊號出來就是這樣走 比如說早幾年前已經提倡這個 所謂的國進民退 國進民退就是要強調國有企業的角色 好了 現在說倡議這個什麼混合所有制 其實目標都是跟國進民退大致相同 就是要強調國有企業的角色 這一連串的行為 再加上近期 在山西平遙古城 有超過兩百間的組屋 無厘頭地收歸國有 這些行動 這些舉動 當然就是會令到不少人對於私有產權的保障 打了個問號 而這份文件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要求所有的民營企業都要聽黨話 跟黨走 而且還明確指出了統戰的範圍 是涵蓋港澳資本的企業 文件提到 要以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指導 要民企堅定不移地聽黨話 跟黨走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出更大貢獻 即是提醒民企老闆 你不要只顧自己賺錢 只顧自己的錢包 還要為國家和民族作出更大的貢獻 接著這段更加強 要加強民營經濟人士的思想政治建設 怎樣建設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鞏固擴大政治共識 要用習近平思想武裝頭腦 指導實踐 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和政治道路上 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始終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嘩 已經說得夠具體了 畫公仔也畫出場了 第二方面是甚麼呢? 就是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 甚麼來的? 其實就是要加強世情、國情、黨情教育 引導民營經濟人士 不斷增進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情感認同 這種營商環境 真是足夠中國特色 全世界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最後一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加大思想引導力度 引導民營經濟人士增強自律意識 觸奴思想道德防線 嚴格規範自身言行 培養健康生活情趣 塑造良好公眾形象 還要完善聯誼交友、談心交流制度 廣交、心交、智友、爭友 打造一枝關鍵時刻 靠得住 用得上的民營、經濟人士骨幹隊伍 看來真的很多方面都要規管 又要健康生活 又要健康情趣 連談心交流制度都規管 一看這個要求 似乎田北俊不符合 因為說明要在關鍵時刻靠得住 他在2003年7月的關鍵時刻 率領了8名自由黨立法會議員賭歌 不支持23條 難怪他後來就被人撕柴 大陸覺得他靠不住 還有一件事 這份文件是要明確工作範圍 範圍是甚麼呢? 裡面寫明 在內地投資的港澳工商界人士 都是統戰對象 現在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這份文件 雖然沒有說明 要對於民營企業的日常運作 來橫加干預、紙手畫腳 但你看到這份文件的條文 就知道其實有一隻有形之手 就已經在背後 嘗試控制民企 比如說要他們跟黨走、聽黨話 這些就已經是某程度上的控制 為甚麼要加強對於民企的控制 其實很簡單 第一件事 因為大陸現在就是要搞經濟內循環 要搞成經濟內循環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經濟力量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上 若然這些民營企業 他們那些傢伙只顧著賺錢 甚至乎跟黨的路線走得太遠 有可能會在經濟上形成一股黨外力量 對於哈薩斯所謂的經濟內循環 是一個障礙和不利的因素 所以現在就要推動這份文件 第二件事 就是不斷地加強國有企業的角色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既然大陸已經搞到市場經濟去到瓶頸 亦不會再做政治改革的時候 就要加強計劃經濟比例的傾向 雖然我不認為大陸會完全走回計劃經濟的道路 他一定會保留某程度上的市場經濟 但是來講 就不會像以前的評論員或知識分子這樣看 就會逐步開放到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 現在看不到這條路了 因為很明顯他不是這樣走的 他就是要走一套混合的路線 至於大陸的民營企業的前景 不明朗因素一定會很大 因為他現在就鼓勵你去參與這個混合所有制改革 遲些會不會變成強制參與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就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在50年代搞公司合營制的時候 就試過一波吧 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